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设计师小店和品牌店跟showroom 所以它的服饰单价都是中价位左右 可是质感都特别的棒 每一间店的装潢都十分的独特有特色 就算你只是逛逛街也很可以刺激你的生活灵感 这边的咖啡厅也都真的超级的漂亮 那如果你体力很够的话呢 汉南洞这一区很值得安排两天的时间好好逛一逛 可以顺便连同旁边的三星美术馆都一起去走一走 这边有非常多厉害的当代艺术展品 真的超级的精彩 那因为汉南洞这一区的店家非常的分散 所以我把这次逛到的店家一一都整理好给你们看 那我使用的是Google Map的地图 去表示出店家的位置 汉南洞这边其实很多都是斜坡还有转角 位置也不好找 Cacao跟Never的地图呢不方便使用多点地图 所以如果你一个店家一个店家导航 你会浪费蛮多时间在这些斜坡里面绕来绕去 搭配我的Google Map 先抓准好你想要逛街的点个路线 到现场之后呢再使用Cacao Map去导航 就一定会很好找 那因为这些品牌店呢 它其实都营造了非常优质的购物环境 但要注意的是店内是不能录影的 所以这支影片中也不会拍摄店内的各个款式细节和价位 我觉得韩国衣服的版型真的特别的好 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式卫衣啊 针织衫啊 试穿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版型真的是超显瘦 然后版型超挺超好看 这都会是试穿之后令人惊艳的宝藏款 开逛前呢我来分享这边的两种逛街方式 第一个是搭乘地铁六号线到汉江镇站 开始往周边逛 这边的路都是斜坡真的是会越逛越累 战利品越买越多 逛一逛之后呢直接拦计程车回饭店放战利品就好 这是最轻松的选择 第二个做法呢 搭乘地铁六号线从离泰院站开始往汉江镇站逛 这个沿路上呢也会有许多的选品店 买手店和咖啡厅 是我自己比较推荐的选择 逛到最后面的汉江镇站呢 就直接可以搭地铁返回到住宿的饭店 或是你要直接叫计程车也是都OK的哟 PBCS这间店呢它总共有四层楼超级大一栋 网络上查到的资讯呢 它是专门为了高个的女生设计的 好像是它的品牌主理人本身就有170几公分 那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都是比较偏宽松拥来的版型 价格的衣服大概都是两到三千块左右 男女的版型很多都是共穿的 其实是算非常中性化的版型 尤其它的鞋子的皮质非常的好 我自己觉得他们家最值得买的应该是卫衣 还有一些衬衫类还有真皮的皮鞋 可是它的真皮的皮鞋确实价格就高一点了 我那时候看到的价钱大概要到四到六千块台币左右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小花造型的衣衣也超级可爱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慵懒简约 然后宽松舒服的版型的话 就很可以去这间店逛一逛 往下走呢就会到这间YUNT House 那这一间店呢我自己有在这里买了墨镜 我真的好喜欢哦 这个牌子是一个眼镜店的品牌 那它虽然是韩国人创办的第一间店 却开在了柏林 所以他们是从柏林发肌红回首尔的 它的店呢分两边 左边的这部分呢是茶屋 那这个茶屋除了有茶以外呢 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咖啡 精致美观又很好喝 然后我们还特别点了比较像是岩石的咖啡超级好喝 就是感官与视觉的享受 然后墨镜的部分 它的墨镜质感爆炸好 我自己觉得超越Gentle Monster 更棒的事情是你选完墨镜以后可以再去选你喜欢的镜片 各个不同颜色的镜片通通都可以马上帮你换 那因为换镜片需要时间 所以会建议大家可以先坐下来点一杯饮料之后挑选好镜片 让他们去操作 然后帮你换好镜片之后 你就去旁边喝咖啡吃点心 离开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墨镜一起带走 我还很幸运的 因为我的墨镜刚好是最后一副 然后它在装镜片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有点小瑕疵 所以我的墨镜就只要半价 大概75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 真的是超级超级大推 我真的好喜欢这间店 大家来一定要来逛一下 On the Spot 这间我们来了两次 它是一间运动用品的选品店 然后它的选品品味也非常的棒 它的球鞋还有很多衣服的选择都真的特别的好看 所以如果你喜欢找一些Nike啊 Adidas啊 然后UGG这种运动品牌 可是又希望找一些特色有设计款的话呢 就可以来这里逛逛找找灵感 这间是Lillian带我们来的 这一大栋的大型建筑物 它叫做D&Department 是一个复合式选品店 一二楼有一间咖啡厅 咖啡好喝 风间环境又非常的不错 有大量的植栽 有一种破碎 但是又很舒适的感觉 往上走呢 会是日本的一个选品店 这个选品店里面有非常多日本各种的质感好物 还有许多的家具 同时呢有一些自然酒的牌子 所以这整栋楼真的超级好逛可以逛非常的久 很推荐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来走一走喝喝咖啡 这里有一个瑞士的包包品牌 它是一个再生背包的品牌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使用帆布再生去制作 这个包包的牌子 其实台湾有店家在汉南洞的这一间店呢 也非常的有质感 很好逛 逛完之后呢 继续往下走 就可以走到许多汉南洞的小店里面 隔壁有一间最近呢 是红到炸掉的香氛品牌店 这一间香氛品牌店呢 就叫Non-Vision 是近期在韩国的圈子里面也非常热门的 它的香氛呢 不仅有吸收乳 沐浴乳 润肤乳 蜡烛啊 阔香等等 都是非常舒服疗愈 且带着木质调的香味 那它在首尾有非常多的店家 汉南洞的店呢 随时都超级多人 我们自己呢 在这里也是逛了好久 然后大家都大买特买 而且呢 因为它们家的香味呢 就是真的很清新又舒服 可是我们呢 都觉得它的护手乳的尺寸 真的是有点大条 然后价格也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会最推荐 大家可以买它的沐浴胶 因为我觉得它的沐浴胶质地 非常的舒服 好洗 而且起的泡泡也很细致 我自己买的是 In the shower的那一罐 真的很有一个 清新的早晨的感觉 而且是我很喜欢的 调酒 Negonorni里面的 不同的成分 所以我自己超级喜欢 那这边呢 也有洗手台 可以让你试洗 然后试擦如意 整个购物的气氛 是非常的棒 你就可以买的 真的是放松又开心 我们超喜欢这一间 这一间是 三星集团旗下的买手店 它同时呢 也有许多 知名的设计师品牌 还有韩国自己的 小众设计师品牌 运动登山 居家用品品牌 集结了各种好逛的品牌 选品店在里面 占地也非常的大 总共有两到三层楼 可以好好的去大逛特逛 我在这里也买了一件 登山裤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看 它的单价以选品店来说 真的相对是会高一点点的 因为它的眼光真的很好 特别会挑品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它大打折的时候去逛 打折的时候很常会杀到 三到七折的折扣 我觉得就蛮值得的 接下来呢 就是在网络上超级红的热门牌子啦 这个来自索尔设计师创造的 法国服饰牌子呢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家的小厨局系列 它的所有的帽子包包 还有鞋子上面都会有 可爱的小厨局 价格呢 衣服大概就是两到三千块左右 鞋子大概就是三千多块 那帽子也是一千多块钱 我自己觉得他们家这个时候 最值得买就是靴子 因为它的雪靴真的好可爱哦 上面有可爱的小厨局 你真的很难找到类似像这样的雪靴 自己有买了一双 我自己真的超喜欢 质感非常好 如果你特别喜欢真之扇的话 它的质感分量也是非常的棒 那他们总共有两间店 里面有很多的包包还有衣服 也有非常多的宠物用品 都非常的可爱 就是一个会钱包大师鞋的一间店 继续往下走呢 你就会看到另一间来自英国的牌子 它叫Rockfish 这一个牌子呢 最有名的就是大家说 它的雪靴是UGG的平替 真的好多人都在买它的各种雪靴 还有拖鞋 那它最有名的就是 后绑带可以打开的拖鞋 拖凉鞋雪靴 真的是很可爱 不晓得它夏天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款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很英国风啊 然后娃娃鞋啊 贝蕾帽的话呢 这间是很可以去逛一逛的哦 这间店呢 是我们在逛街的时候 幸运的发现的一间骨酌店 这一间店呢 非常会挑超级有质感的骨酌 它的各种毛衣皮衣裤子 都非常的好看 可是价钱也是特别的高 大概都会到三到五千块左右 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种 英式法式复古风的骨酌的人的话 这间店在小巷子的转角进去里面 一点点真的要特别走进去好好挖宝 这个呢 是很有发式复古风格的一个香氛店 那它也是韩国设计师设计的品牌 它的香气呢 就是比较浓郁 然后慵懒 真的很有你在看传统那种 法国电影里面那种 女龄的优雅感觉 那它的包装营造也非常的有氛围感 可是它的香气就是比较偏浓郁一点的 那比较多的就是蜡烛 香氛 那没有香水和护手乳跟其他产品 所以我觉得选择有点少 可是它是一个好适合买来 摆在家里软妆deco的一个产品 近期所有女生会去韩国 特别去逛的牌子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帽子的版型 特别好 价钱也不会到很贵 可是可是它的店非常的小 加上因为很多东西都大缺货 所以去逛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要买什么没什么 像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就真的没有到特别好 因为就是通通都卖光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买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碰碰运气 或是网路上先订好啰 但是他们家的帽子戴起来的版型 真的是极优良 看起来还好 戴到脸上之后 超爆嫌脸小 我是真的觉得它红的有道理 插播一个很好吃的宇宙拉面 给大家逛到这里 差不多肚子就该饿了 它是一个韩国人开的拉面店 然后它的拉面都是比较偏创意的拉面 可是它真的好好吃 我们真的超级喜欢这个大推特推 请大家到这里肚子饿的时候一定要去吃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红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排队的 价钱也非常的亲切 大概是200多块钱左右 吃完真的是更有动力更好逛了呢 我们全部的人吃完之后 起力大声拍手跟他说 太好吃了 真的很爱 这一间袜子店呢 在2020年的时候 在汉南洞已经非常的红了 它厉害的地方呢就是 你进店里之后呢 它会先招待你一杯饮料 然后让你好好的逛街 那这些袜子呢 版型也都超级好 而且很厚实 款式也都特别好看 建议大家在买袜子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洗标上面的成分 因为我们这次买的都是 大概90%是含棉材质的袜子 我回来穿的时候 真的都觉得很舒适透气 不会脚臭 那它的袜子价格大概都是 200到300多块左右 你买完袜子以后 它会让你选一个盒子包装 再选一张贴纸装饰 再拿一个可爱的小袋子 然后因为我们全部都有买 它又再招待了我们草莓甜点 最后要做钱 又送了我们暖暖包 跟我们说天气很冷要小心 真的是氛围感 还有整个气氛营造100分 服务又100万分好的店家 大推特推给大家 Awesome Neat的帽子店 这间帽子店是我当时要去前 我就已经做好功课 准备去挖宝 因为这间店的帽子的款式都非常的特别 而且它也都很会做版型 非常的显脸小 所以你去逛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他们家每一个帽子 你只要把它拿起来试戴 戴在你的头上就是特别的好看 那很多那种毛茸茸的帽子 或是像我买的飞行员的帽子 我都觉得真的是质感100分 重点是我仔细一看 发现它是正韩制的 价格1000多到2000块台币左右 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而且你也完全找不到替代品 所以这是一间 我会一逛再逛的帽子店 这间咖啡厅我之前来汉南洞的时候 就已经有拍摄过影片 还写文章分享啦 总共有四到五层楼高 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风格 东西好吃 咖啡也好喝 重点是风景一绝 在它的顶楼可以拍出整个汉南洞漂亮的美景 很多人都会特别好来这里大拍特拍 也会是一个大家逛街累了之后 可以去好好休息一下的咖啡厅 在音乐美术馆这边呢 它也有一间很酷的在首尔非常厉害的唱片店家 这里有收集了很多很难买到的老唱片们 跟绝版的唱片们 如果你是唱片迷的话 这间店也是超值得一逛的 从音乐美术馆走到对面的话呢 你会先看到的是这一间店 它是一个韩国贵妇跟女明星 非常喜欢的瑜伽运动服品牌 我有进去逛过 它的版型真的是超级棒 超级美 可是它的价格比Lululemon还要贵 一件衣服大概要三到五千块 一套瑜伽服可能买起来要八千块 我真的是买不下去 等到我未来变成贵妇之后 我可能真的会想要买一款 看他们家的瑜伽服 因为真的太好看了 接着这间店呢 就是在法国非常有名的牌子 而且汉南洞是它全球唯一的店面 那他们家的单价就真的高一点了 衣服的价格大概三到六千块左右 外套的价格都是六到八千块 我觉得版型分享的好 质感也超级超级的优秀 尤其帽子的版型也是一绝 可是因为是法国制的关系呢 价格真的就是比较偏高了 Lucy在这里有买一件衣服 给她老公所有人看到都非常的称赞 那这间店也是很多人会特别去逛 挖宝的牌子 这间店的氛围我们也是超级喜欢 它除了做香氛以外呢 它也用了各大城市主题特色去打造不同的香氛用品 它的陶器也是非常的有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陶做的酒瓶塞 钮扣锅碗瓢盆等等 很烧很想卖 只是搬不回台湾 最后这一间店呢 是Lily有特别进去逛的香氛店 它整个外面是泰奶色系的样子 那因为韩国香氛店呢 真的是非常的多 每一间店都各有特色 这间店的味道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偏浓郁 热情的花香味 就比较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就也没有特别进去啦 汉南洞真的是我会想一逛再逛 身心感受都非常惊喜的区域 尤其对创作者来说 更是视觉和感官上的享受 不仅款式跑得快 更是完全的逛补腻 那也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就赶快买 不要犹豫太久 因为这里真的常常都是最后一件 那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还有就是因为汉南洞的品牌店 开关店时间都非常的晚 大多都是中午12点开 晚上8点就打烊了 许多店呢在周一也会店修 那周六日又是含妞们自己逛街的好时间 所以我自己会建议大家排周三到五 会是比较好的逛街时段 就可以好好的挑选人潮也不会太多 去三星美术馆的时候也不会遇到修馆 真的是超级推荐的好时间 以上的这些店家 我发现他们都有网路商店 可以国际运送 虽然会再贵一点点 至少你在台湾还可以买到 那就不会有遗憾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我同样的都把地图资讯跟文章连结 都整理在底下的描述栏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描述栏 获取相关资讯哦 下次见啦 拜拜